第0171章 离开 小世界即将开启 越是如此也将越发危险 因为原住民将进行最后的疯狂猎杀 斩获血石 出口注定将成为燃血地 肯定会有强者堵在那里 大开杀戒 虽然出口很大 很难防守住 但是依旧充满了危险 任何天才都不敢大意 都在养精蓄锐 这一夜很平静 小不点等几乎都突破了 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天空中玉兔坠落 地平线上火光亮起 金屋升起 神坦向外飞去 所有人都很老实于本分 没有再轻易去寻机缘 因为越是最后关头越得小心 一个不慎就会行神俱灭 果然 山脉中 平原上到处都是杀戮 原住民暴动 追击众多天才 造成了一场大杀截 小世界中 有不少人形原住民 呼啸山河间 喷云土雾 比凶兽还凶残 他们并非人类 或长脚 或生有羽翼 许多天才都被杀了 因为他们过于年幼 境界还不够高 没有成长起来 而原住民却不受限 都是几年老怪 这些凋零的天才 原本是某一族的俊杰 但是在这群雄汇聚 各族强者争霸的地方 就显得不再那么光芒璀璨了 这一次死亡率极高 到现在为止 就已经超过八成的人陨落 幸存者不足两成 这一路行来 地上血迹斑斑 他们见到了太多的杀戮 令人沉默 小不点曾几次跳下虚空兽皮 前去出手救援一些弱者 但这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大趋势如此 注定成为血色的世界 嗯 羽卒的人 午时 太阳升起很高 他们路过一片大则时 大红鸟眼间 看到了两人 一个为中年男子 一个为须发花白的老者 正是羽坤和羽文成 真是他们 九头狮子的眼睛立了起来 没等小不点开口 心境突破的他 直接跃下神坛 冲向那两人 因为羽卒在对付小不点时 也曾对他出手 险些让他死亡 羽坤 羽文成心有焦虑 在这个小世界 停留了太长的时间 身为封印者 实力原本很强大 他们不想憋屈地死在这里 至今 族中除了一个羽子 默去寻食意外 其他后辈几乎都战死了 这让他们忧虑 不知道回去后 该如何向族人交代 黄金霞光澎湃 九头狮子俯冲下来 令这两人都吃了一惊 一段时间未见 这头一种的实力 强大了一劫 爷爷来了 大红鸟叫嚣 扑扔着翅膀 拎着黑锅 向前冲去 激战开始 羽族两大强者心惊 他们竟然不占据上风 三眼族强者 五色蓝鸟 紫雕 火鸭等向前逼去 宇坤和宇文成不安 尤其当看到小不点 与火灵儿走在一起 后方还有几个封印者后 这两人彻底急了 没什么可说的 送你们一程 小不点开口 你们找死 两人感觉到压力 深知无法对抗这么多人 难逃一死 一时间竟然发狠 果断解开了封印 要进行屠杀 轰隆 小不点出手 手持断剑向前劈去 茫茫剑波将前方阻挡 这两人怪叫 根本不敢抗衡 因为这是诸圣一下的法器 他们翻着跟头 急速倒退 然而 这此一切也都将落幕了 一旦揭开封印 也只能进行有限几击 就会被小世界的规则所感应到 现在他们必退 再想向前冲时间不够了 徒劳无力 且那口断剑发光 渐气如海 汹涌而来 逼得他们只能避退 哄 天空中 降下一道血色的光芒 两人全都大叫 脸上写满了惊恐 不 这是一条血色秩序神练 很像闪电 但又不是 划过长空 将两人结为两断 而后更是令他们的躯体炸开 化成结灰 好可怕 一群人都变色 小世界的规则之力也太强了 直接就将两人击碎 什么都没有剩下 火灵人身边的 几名封印者脸色苍白 心中充满巨异 这也太危险了 秩序神练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唯一庆幸的是 他们不曾动用极尽力量 没有触怒小世界 几人并未暴露 两个时辰后 小不点带着九头狮子 大红鸟 紫雕等一群太古一种 展开大追杀 因为遇上了四大族的幸存者 显然能活下来的 都是封印者 风水轮流转 不久前 他们还想除掉熊孩子呢 群起而追杀 现在倒好 彻底反过来了 成为了被追杀者 等脱离这片小世界 你难逃一死 他们被追杀的 上天入地无门 有人开始发狠 可惜 你没有机会去送信 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这些人的结局已经注定 数人被斩杀 还有几人解开封印 但遭遇小世界规则的灭杀 全部阵亡 唉 天下无敌 这种感觉很不好 寂寞如雪啊 大红鸟摇头叹气 猴王来了 大神石喊了一嗓子 蹭的一声 大红鸟直接跃起 斩翅就要逃 但看到一群人 安然自若的样子 他顿时知道被骗了 吼 突然 震耳的吼笑传来 远处一头金色的生灵 与山岳齐高 踩踏大地 震裂山川 浑身发光 向这边走来 这次猴子真的来了 众人心惊 全都躲到了神坛上 隐藏虚空中 他这是要做什么 坏了 神猴王暴怒 丢了两株小圣药 这是堵住出口 要血洗那里 注定会很可怕与残酷 猴王身上有伤 在不久前的对决中 他战败了一干强者 但是自己也不好受 最无法忍受的是 失去两株圣树 以及神酒 老骄 金翅大鹏等死的死伤的伤 活下来的聚在一起 被动防御 免得被他逐一灭掉 不再出来挑战他 一个也别想逃 猴王愤怒的嘶吼声 震得群山摇动 轰鸣 让每一个人都预感大事不妙 这一次 该不会是全灭吧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这样一头亡者出现 将要挡在出口前 有几人可以通过 简直是来多少人都不够看 几头唇血生灵有希望 毕竟掌握有质保 闯出一条生路 也许不成问题 很快 这片小世界所有人都得惜了情况 神猴王暴怒 要大开杀戒的消息传播开来 顿时人心惶惶 这猴崽子 竟然这么强了 我现在跳出去的话 多半会被他一口吃掉 眉毛怪鸟自语 说啥呢 大红鸟问道 你们要离开了 能不能让我继续待在这个世界 我不想离去 眉毛怪鸟说道 不行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是我小弟 怎能抛弃你 大红鸟嫌逆他 明显是不愿放走 眉毛怪鸟泪流满面 这么小的一只鸟 也敢跟他称兄论地 真是岂有此理 咔崩 当太阳又一次从地平线上升起时 这片小世界一阵摇动 很不稳固 仿佛要裂开了 且有阵阵混沌气息澎湃 哄 终于 一道巨大的门户大开 与外界通道贯穿了 一道绿光冲起 那是一头碧玉鸟 很强大 第一个逃向外界 神猴山岳那么高 就守在门户前 一根手指头点下 扑得一声血花溅起 直接将强大的碧玉鸟按死 我说过 没有人可以逃离 大家一起闯 门户那么大 它难道还能阻住所有人吗 有人高呼 无人主动出炼 都不想做出头鸟 然而 门户开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一旦过时 将被封在此地 再想离开 就要等数百年后了 终于 躁动与不安开始传染 很多人等不下去了 因为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天知道这道门户 什么时候突然关闭 沙呀 一起向前闯 一大群生灵 密密麻麻 大声吼吼着 冲向巨门 在临近时快速分开 欲夺路而过 猴王一声冷笑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雪白獠牙 冲着这群人 就是一声大吼 顿时宝光飞舞 神雷惊天 这道声音 像是神刚披落 一群人全都大口可雪 而后亮亮呛呛倒退 少部分人更是直接爆碎 形神俱灭 愚者也都遭中疮 自耳朵中向外淌血 头疼欲裂 浑身颤动 碰 一只大脚落下 猴王施展法天向地后 高大无比 这一次跺脚大地都崩开了 符文交织 踏向那些幸存者 不少生灵 当即成为了肉泥 难挡猴王的杀法 众人到吸冷气 这一次群杀 最起码有上百位天才死于非命 太过可惜了 时间流逝 这里很安静 猴王邪腻 嘴里獠牙甚人 守在此地 无人可以通过 嗡 纯血生灵发动了攻击 必方催动至宝 构建出一条金色的通道 化成一道流光 没了进去 要就此顿走 猴王咆哮 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一杆巨大的金色绽毛 向前刺去 轰隆一声金色通道炸开 必方口吐鲜血 闯关失败 他不敢停留 急速顿回小世界内 就这样 整整整耗失两个时辰 众多生灵扣关 但是却都大败 纯血生灵 也都没有一个成功闯过去 这让人焦急 若是小世界闭合 他们真的成为了瓮中之鳖 即便能活下来 再想出去 也得数百年后了 这里沸腾 不断有人强闯 但都失败了 很快就过去了半日 死伤无尽 没有一个生灵闯出去 每一个人都很焦躁 我说了 没有谁可以离开 全都要死在这里 猴子咆哮 如一座金色的大山般 堵在出口处 是吗 你真的以为 可以号令这片小世界 而为所欲为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清和的声音传来 谁 神猴吃惊 这个人很可怕 拥有强大的穿透力 让他都一阵发毛 你还是让开吧 免得自我 这个声音带着一些雌性 似乎源自一个中年男子 猴王后的转身 面对巨门外 出口那里混沌气缭绕 难以忘川 因为这是一条很长的通道 你在外界 竟能干预这里的事 究竟是谁 他是 仁皇 有人惊呼 的确是陛下 神坛上 几个封印者很吃惊 火灵儿大眼闪动 露出开心的笑容 仁皇轻质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将安全无恙 原本他们还想偷渡呢 现在看来 不用冒险了 仁皇 你在外界称尊 但却进入不了 这片上古小世界 你能奈我何 猴王猴道 莫再纠缠 否则当心 祸从天降 仁皇话语平静 你 还真以为能干预 这片小世界不成 神猴王冷笑 他才不相信 对方可以跨界与他争战 然而 轰隆一声 一片金色的浪涛砸来 直接将他击得横飞而起 大口喷血 第0172章 仁皇威 猴王何其强大 所向披靡 在这片上古小世界中 几乎算是金字塔族 最顶尖的存在 一群老王骑上 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现在 却被金色浪涛击伤 神猴怒叫 从地上爬起 庞大的躯体 压他一条山岭 浑身金光璀璨 他双目射出两道金光 气冲斗牛 闪开道路 外界 一个威严的声音命令到 真身并未进来 你说 让我闪开就闪开 有本领你杀进来 神猴戾气滔天 手中金色绽毛发光 粗大无比 指着出口 物矮弥漫 小世界的门户已打开 可以进出了 一切都是因为 猴王阻挡在此 大杀各路天才 造成路途不通 刚风浩荡 由光化成的浪涛冲天 一只金色的巴掌出现 向前拍来 宛若天地的手掌 巨大而充满威势 让人生味 难以抗拒 猴子瞪眼 露出一嘴雪白的獠牙 手中的战毛向前刺去 刚码霸裂 欲将天穷都穿透 他施展了法天向地 身躯比山岳还高 而战毛也是如此 粗长地 跟一条立起来的山岭似的 萌萌光辉与金属杀气 同时耗荡 荡 那只手掌拍落 打在毛风上 铿锵震耳 隐隐掌心无恙 并没有被刺穿 而且下一刻 还发出了一道可怕的声响 咔嚓一声 战毛出现裂纹 而后迅速蔓延 砰的一声 战毛断裂 像是山石崩塌 碎块落下 金光滚滚 砸得大地坑坑洼洼 烟尘冲天 所有人都骇然 人黄的有多么大的力量 竟然透过上古小世界的规则秩序 显化出一只光掌 直接一击 会毁掉了猴王的宝具 咳 事情还未完结 神猴大口咳血 身体亮亮呛呛 几乎栽倒在地上 遭受重创 人黄好强 隔空一战 都能重创猴王 若是真身降临 那得多么可怕 各族生灵无不站立 连上古小世界的规则与秩序 都不能阻挡 其符文神力涌了进来 这得多么的强大 没有人不心惊 我不服 神猴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惨败 自出世 到现在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敌手 他张口一声轻笑 眸子中出现符文 化成两柄神剑 飞了出去 欲斩断那只手掌 瓦解掉人黄的宝树 当 那只金银手掌弹指 仅两肌而已 两柄神剑全都炸碎 化成一片流光 消散在虚空中 且 那手掌压来 猴王神体拒震 被拂过后 直接就是一个猎剑 而猴又横飞了起来 撞在山地间 口鼻喷血 啊 猴子怒吼 倍感憋屈 称王称霸一事 竟然在这里遭遇大败 难以接受 他的肩头上 轰隆一声 再次冒出一颗头颅 与此同时 左右臂膀旁边 又各自冒出一条手臂 怒吼着 浑身发光 演化出一片符文海 向着前方扑杀 碰 这一次 那只金银手掌直接拍下 很无情 不再给他机会 猴子那么高大的躯体 而且化生出双头四臂后 实力翻倍 但是依旧被砸得骨断金蛇 大手压落 宛若一座金银的神月 将其震在下方 符文密密麻麻 锐气挣腾 人黄要开始炼化神猴 眨眼间 猴子的半截躯体就模糊了 将要被化成天地精气 消散在于天地中 终于 这个小世界发生了异动 一道血色的神链出现 向着人黄的手掌刺去 要将它毁掉 当 人黄松手 轻轻一弹指 与那赤色的神链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颤音 链条不稳 差点断裂 神猴王跃起 向后退去 见状骇然 人黄果然恐怖 若是能再精进一步 也许能闯这片上古小世界 至此 他收起了骄傲与力气 朝着小世界最深处冲去 不再阻拦 与此同时 那只金银的手掌也化掉了 散成一缕缕精气 最终消失在天地间 出口恢复宁静 好强的人黄 他真身进不来 但是却可以施展一些宝树 干扰这片小世界 令人生畏 应该只能干预出口吧 真要是能伸入小世界尽头 那可是逆天了 谁知道 各族的生灵都是天才 心高气傲 但是现在却彻底服气 他们纵然苦休一生 也达不到这等境界 真正是君临大荒 在这一遇难遇敌手 冲啦 众人大叫 不做耽搁 蜂拥向前 急着脱离这片小世界 在这里征战了一个多月 所有人都心神疲惫 很想立刻离开 多待一刻钟 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唉 真可惜 要离开了 我还没有待够呢 小不点咕弄 只有他最不舍 在这里有那么多灵药 只要用心去找 每天都能挖到几株 还有那么多的太古一种 只要勤快 每天都能吃上一只 出去之后 哪里去找灵药 又哪里去寻太古一种的幼崽 都散布于茫茫大荒间 极其不好找 真伤心 他自语 听得一群人都想踹他 你还不满足 都快成混世小魔王了 火灵儿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觉得这熊孩子没救了 他伸了伸懒腰 无比的交拥与放松 小蛮腰盈盈一握 身段高挑修长 与近乎完美 发丝乌黑 翘脸银白 这一刻的慵懒 有一种别样的美 真不开心 熊孩子眼神忧郁 道 我没捉到太古凶兽的幼崽 一群人直接转身 懒得面对他了 哎 跟你在一起 真伤自尊 只有大红鸟嘀咕了一句 走吧 我们也该离开了 火灵儿道 对了 你父亲真厉害 你能不能把我介绍给他 小不点稀奇地问道 你想做什么 火灵儿邪腻了他一眼 小不点闻言羞涩 一双小手搅在一起 有点纠结 道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啥 你要做上门女婿 大红鸟问道 几名封印者 顿时露出杀气 对他怒目而逝 我能跟你父亲 成为忘年之交吗 与我这样的人结拜 保准他不吃亏 小不点道 滚 火灵儿转身 平白找个小叔 有毛病 才会做这等事情 向外走去 走了 九头狮子 火鸭也开口 他们早已迫不及待了 准备冲出去 哎 真伤心 我不走了 留在这里了 小不点说完 直接向里跑去 叮嘱道 小灰灰 进入火国皇宫 一定要可这劲得吃 小狼趴在火鸣的怀中 卖力点头 大眼发光 众人发呆 这家伙疯了吗 真要留在这里 火鸣撇嘴 道 他要是舍得留下 才见鬼呢 肯定是怕跑出去 后被人收拾 估计也对我们不放心吧 大红鸟一听 撒鸭子赶紧狂追 还等着小不点 介绍师父呢 万一弄丢了 那可就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九头狮子等皆笑了 五色蓝鸟子诧异 原本他还想出去后 用族中的长辈 吓唬熊孩子一顿呢 结果这小子真滑溜 直接跑了 众人想想 也就释然了 这小子炖了大棚 煮了白虎 还从猪尖身上 割下了几块肉 更是拔过赤龙的鳞片 还跟那紫衣少女 咕噜噜的摔跤 还真不敢这般 大模大样的出去 小不点化成一个小胖子 冲着远处一人招手 正是银袍少年萧天 他躲在人烟罕至的沙漠中 避过了一场大劫 而精彩向外赶来 兄弟你没事就好 听闻小世界身处闹翻天了 那个熊孩子出手了 你见过他吗 萧天问道 他消息闭塞 因为一个人躲避在无人区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是在向外走时 才听到一些传闻 远远看到一个背影 真想去揍他一顿 小不点之无这说道 而后索要太医真水 要取走他那一部分 你有宝具可以装他吗 不怕真水飞走 没事 给我吧 小不点以浴罐装神叶 而后迅速收进乾坤袋中 真是好宝贝啊 银袍少年羡慕 而后邀小不点一同离去 若是见到那熊孩子 一起修理他一顿 你先走吧 我还有点事 小不点尴尬 人山人海 各种生灵都有 向着出口冲去 虽然死了八成多的人 但是剩余的生灵队伍 还是很庞大 外界 火鸭 酒头狮子等 都早已出来了 跟在长辈身边 那些老者 有的化成了人形 有的就是本体 全都强大无比 而天空中 还有行宫悬浮 巨大无比 宏伟而灿烂 火鸣儿走进一座巨宫 显然那是人黄的行宫 她的一缕化身到了 在这里接她回家 从而也可以看出 人黄多么喜爱这个女儿 除却人黄行宫很惊人外 不远处出现一辆古老的战车 虽然很暗淡 没有什么光泽 但是却令人生畏 随后一头黄金兽 从车中走出 通体发光 灿烂夺目 这是事后太古神情 与凶兽的特别族类 强大无比 所有人都到吸冷气 这绝对来自太古神山 为了皆纯雪生灵而来 人不断向外涌 一头通体乌黑的大鸟 跟做贼式的探头探脑 跟着各种生灵向外挤 那只鸟 怎么看起来这么猥琐 有点眼熟啊 九头狮子嘀咕 不错 三眼族强者也点头 他肯定不是我火鸭一族的 看起来倒向是 火鸭开口 是大红鸟 他们几个街发呆 同时认出 这家伙将自己给染黑了 可惜 没有见到熊孩子 那小子怎么还没出来 紫衣少女 立身在一辆古战车上 皱着眉头 至于朱坚 赤龙也在学没 他们并没有告知长辈 不想介事 更不屑告状 都有自己的骄傲与尊严 你这样不行 宝术有缺 能骗过一般的人 却瞒不过真正的致强者 小世界内 眉毛怪鸟摇头 对小不点的变化之术不看好 他很想开溜 但每次都被捉回 被关进乾坤袋中 小不点原本很淡定 听他一说 觉得自己大意了 要不你教我一道神通 眉毛怪鸟翻白眼 根本不想教 对我敌意最大的 就那个紫衣少女凶兽 你要明白 我暴露了 你也跑不了 眉毛怪鸟纠结 打死他也不想见到那一族的人 不然当年也不会躲进 这片上古小世界内 我教你一个小神通 完善你那种变化术 小不点原本很清秀 最终把自己弄成一个 精壮的少年 虎背熊腰 十分威猛 最终他直接大模大样地 走了出来 第零一七三章 风波 谁都没有注意 就连火铃 九头狮子等 都被骗过了 可以说 毛球的七十二变 非常惊人 可一甲乱真 虽然宝树残缺了 但经过眉毛怪鸟的指点 变化形体之术 得到了补充 此时的小不点 相当地精壮 肌肤呈小麦色 走在人群中 呼朋唤友 不管认不认识都凑过去 谈得相当熟络 他就这么走了出来 没有人注意 来到外界 混入生灵群中 而后成为了观众 嗯 你虽然负伤 但是修为却进步很大 一位浑身发光的老者 看着九头狮子 比较满意 九头狮子 被小不点斩掉四颗狮子头 后来又再生了 这是该族的精识手段 此时他很尴尬 没好意思想说 好啊 我族强者进去后 陨落的不多 而你们兄弟二人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修为大静 真是难得 旁边 三眼族的两兄弟 也得到了夸赞 很多生灵都出来了 但有些种族的天才 一直不曾现身 一些太古一种 不禁阴沉下脸 其中以一头白虎 最是恐怖 他洁白如玉 有少许金色条纹 通体明镜无垢 宛若流离铸成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他站在一辆古战车上 阴沉着脸 心情相当地糟糕 这是来自西陵寿山的一位王 守候在这里 想见到最宠溺的子孙出现 结果始终不见他出来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的后代陨落了 嗷吼 白虎仰天咆哮 浑身散发更惊气 白茫茫一片 震得这片天穷都在摇动 九头狮子 火鸭 五色蓝鸟等 都露出一色 他们的长辈 更是小声询问 那头小白虎怎样了 被谁所杀 他们骑摇头 这里不是讲话之地 难道要告诉长辈 那头白虎被他们吃了 落在了他们的肚子里 万一走漏风声 肯定是一场大战 我羽族的人怎么还不出来 不远处 水雾迷蒙 一群老者很焦虑 走来走去 出来了 子墨出现了 他们露出喜色 终于见到一个天才 活着走出来 应该还有人在后面吧 子墨 是否得到了太医真水 他们不敢出现 难道是在提防吗 不用怕 我们准备充足 尽可让他们出来 一位老者相当地期待 眸子中闪烁火炬般的光芒 祖爷 呜呜 于子墨大哭 怎么了 羽族一群人顿时慌了 预感到了不祥 全都脸色发青 难道一群天才 还有四位封印者都死了 长老他们全死了 我族天才也都陨落 只有我一人 去寻十一表弟 于子墨梨花待雨 他是一个奇才 天生通灵 途中感应到危险 躲了起来 逃过一解 他并未寻到十一 但却活了下来 什么 都死了 是谁干的 羽族的人狂怒 那可都是他们 这一族的精英啊 是该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竟然全灭了 是虚神剑那个孩子 于子墨哭着说道 同时讲述了 太医真水被夺的事 啊 一群人大吼 有不少人气到可血 这也太可恨了 一个玩而已 竟然葬送了他们一代人的希望 夺回来 有人低吼 真水被惊扰 逃顿了 他喝尽肚中一些 料想没有相应的器皿 保不住 于子墨道 我恨啊 浪费了一张珍贵的神明法指 居然被一个熊孩子破坏了 一些老者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他们觉得太可惜了 若是没有成功也就罢了 明明都到了最后关头 即将把太医真水封进玉顶 结果杀出这样一个凶残的孩子 甚至 有些人悔恨 不该去找那个少年的麻烦 应该专注在太医真水上 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大祸了 可惜说什么都晚了 世间没有后悔药 尤其让他们不安的是 到底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这才多大 竟然可以斩杀他们的封印者 这是一种大恐怖 一定要除掉他 他们低沉的咆哮 差点咬碎钢牙 实在是处理了愤怒 旁边 有人听到他们的吼声也不在意 因为类似的是发生太多了 很多天才都葬在了当中 一些强者如白虎等 都在这般咆哮 我昆族的人 怎么没有出来一个 出口处发光 雾矮缭绕 向外走的生灵越来越少 可是昆族却始终不见自己族的天才出来 我黎族 怎么也没有人出来 同他们一样疑惑的还大有人在 即便竞争再残酷 也不至于全灭啊 因为他们出动了封印者 终于 他们知道了一些端倪 因为另一边有人在怒吼 熊孩子 我要刮了你 那是渊族的人 从其他人嘴里得到消息 熊孩子大杀四方 将他们族的天才 还有封印者 全部给斩杀了个干净 昆族 黎族 猛族 猛族 这四大家族 曾经在虚神界与小不点发生冲突 这一次进百段山前 他们还曾发过悬赏 要取其头颅 最终 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人的头颅 都被那个孩子摘走了 四大族得到消息后 简直要气疯了 心都在滴血 那可是数十位天才与封印者呀 就这样被杀尽了 一个孩子而已 无论是在虚神界 还是在百段山 都表现出了他的强大与不凡 这样的战果然人惊悚 怎么会如此 我不嘎 四族中的天才 是未来的希望 奉命去寻古堡 结果没有一个活下来 除却他们外 还有不少人在议论 你们听闻了吗 百段山中 出了一个凶残的孩子 横扫四方 据说连太古凶兽的幼崽都敢追杀 听闻了 好强啊 你们没看到吗 那边的四大家族 全都在哭丧着脸 巨文族中高手 被那孩子斩杀殆尽 好凶残 很快 人们得惜 百段中凶名远播的少年 就是虚神界的熊孩子 顿时惊掉一地下巴 真是小觑他了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这么折腾 补天阁捡了的宝 人们心绪复杂 这一刻许多人都寻找 想将小布点给搜出来 补天阁的元老陶冶 手持黄灯灯的葫芦 胡子一翘一翘的 感觉眼皮一直在跳 怎么觉得那孩子 将百段山 差点给翻过来啊 十一出来了 众同神人转世 就在这时有人惊呼 向出口望去 那里有一个少年 身体修长 强健有力 黑发披散 木韵双铜 英姿勃发 他拖着一头巨大的骨兽 向外走来 令地面都在颤抖 什么 那是 一头成年的太古遗种 所有人都发呆 击沙铜被遗种也就罢了 怎么会有少年 做出这等逆天的大事 这实在是一种壮绝 要知道 就是在场的人族老辈人物 也很难对抗太古遗种 不是对手 一个十三四的少年而已 竟有这样的辉煌战绩 果然如神一般 注定要在大荒中崛起 无人可挡 十一通体都笼罩着一层神灰 越发显得神面强大 宛若一尊神王转世 行走在人界 他拖着一头青色的老胶 体型庞大 胶身上伤口很多 有的地方都露出了白骨 这个猎物精的一群生灵 都说不话来了 这是与神猴作战的那头老胶 最后遭受重创 不曾想 终究是陨落了 被十一得手 有纯血生灵露出一色 不仅是他们 也有其他人见到过那一战 故此低声议论了起来 当人们得惜这头老胶的恐怖后 更加惊讶了 即便他负伤 但最终十一能斩获 将其尸体带出 代表了他的强大 与气韵的威龙 所有人都动容 十一还收获了一节圣药呢 若非那个凶残的少年出手 他也许会得到一整株 有人说道 此语一出 引发轰动 圣药是什么 代表了脱胎换骨的机会 可以实现一次大突破 还意味着多了一条命 无论多么重的伤 都可复原 当然 增天寿源 就更不用说了 竟有人坏我武王府好事 阻挡一而夺圣药 一位实性老人大怒 虚神剑那个孩子 破了一而的一项记录也就罢了 又来百段山发威 他这是在挑衅吗 另一名老者 眸光冰冷 一而得天独厚 即便没有获取整株圣药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超越的 武王府来了一群人 都是超级强者 要迎接十一回族 对他可谓呵护有加 怕有人在半路上暗害他 无论他是谁 若是想挑战一而 对他不利 都先过了我武王府这一关 哼 虚神剑的熊孩子 太能折腾了 就不怕一年早逝吗 偏向十一一脉 特别宠爱他两位宗老 更是如此开口 远处 小不点孤零零一个人 静静地看着 大眼很纯净 无比的明亮 一语不发 武王府一群少年天才赢了上去 将十一围在中心 帮他托运青色老骄 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他 十一龙行虎步 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 万众瞩目 他的踢标有神灰流淌 连其发丝都在发光 令人惊叹 人们在热议十一的同时 自然也不可避免会提到 敢抢其圣药的少年 越发觉得 这个熊孩子不一般 潜力惊人 毫无疑问 凶残的孩子这一次也很出名 在百段山搅起无边风波 各种事迹传出后 让一群人震撼而又无言 小不点独自转身 离开武王府所在的区域 向着远方的大地而去 自己的路自己走 不需要那么多羁绊 没有武王府的各种庇护与灵妖等 他也走到了这一步 他坚信自己最强 收拾起心绪 大步远行而去 第零一七四章 小不点没有禁断空城 而是消失在大地尽头 他一个人远行 要离开这片喧嚣地 对于他来说 那个地方很危险 一些强大的族群 若是认出他 必然会震杀 那时没有族人庇护 他难逃一死 一条龙蚯蚓爬过 长达百米 吞吐泥浆 奇怪地看着 坐在沼泽地中的小不点 倒也没有攻击 因为他感觉到了危险 去哪呢 小不点坐在沼泽中 一块干净的大石块上 挠了挠头 一扫他不久前的失落 但现在已经开开心心了 到底还是一个孩子 我得到这么多的宝贝 一个人跑进大荒中 找个安静的地方苦修足矣 根本不用四处乱跑了 他打开乾坤袋后 美滋滋 拎出正在偷吃零药块的二徒子 反点所得 宝具 灵药 火酒 仙桃树 太医真水等实在是惊人 任何一样传出去 都会引发巨大轰动 此外还有一种血肉 堆成了小山 以及有纯血生灵 之间的血肉宝药等 好多啊 他开心地笑着 不靠别人 依仗自己 得到了这么多的灵物 足够他修行所需 不过这些不能都用掉 他要带回石村 给族人 给村中的孩子 让他们也能拥有这些 因为那里给了他温暖与快乐 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放我起来 二徒子叫喊 刚才被小不点一屁股坐下去 差点断气 好不容易才翻白眼恢复过来 这熊孩子的力气太大了 谁叫你偷食 不过幸好没动荫桃 不然我会将你顿熟 熬成一锅宝药 凶残的孩子 威胁与警告 嗯 你的处境不妙 活不了几日了 眉毛怪鸟开口 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小不点拍了怕屁股起身 道 行了 别为眼耸听了 我们上路吧 找个鼓动去修行 然后你随便传我一些宝树 凭啥教你宝树 我欠你的吗 二徒子翻白眼 你教我宝树 我明动天下 闯个座太古神山 降伏那女凶兽一族 你以后就不用逃了 小不点道 眉毛怪鸟哑然 这得是多么自信的一个少年 口气也推大了 不过 他很快又想到了 这个凶残孩子的战绩 追得吃龙跑 骑着猪肩 喊着要降伏 彪悍得让人有点无语 细想的话 这孩子似乎还真是潜力无尽 唯一担心的是 他幼时就这般勇猛爆发 长大时能持续吗 要知道 神情与唇血凶兽等后劲最强 始终会一路高歌猛进 而人族先天偏弱 唉 别说其他的了 我管你面容很不详 天度英才 你真的要死了 二徒子叹气 你找揍吧 为啥总诅咒我 小不点瞪他 不是我诅咒 而是有厉鬼诅咒你 你额骨神光中 内藏一缕黑气 马上就要发作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来说难以抗衡 过不了几日就会死 眉毛怪鸟说道 小不点一听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他知道 二徒子没有全部说谎 却有其事 他之所以近百断山 就是为一个鬼佬 寻找一柄剑 我已经找到了断剑 看来还得要去补天阁呀 小不点将脚下一块石头踢开 当然 现在他不想行动 那断空城中人多嘴杂 神目如垫者不在少数 这么过去不太稳妥 再等上两日 他小声嘀咕 接下来 他吞吐霞光 吸纳天经 修行符文 领悟原始真解中的无上奥义 陷入极静的悟道状态中 小不点虽然天赋惊人 但从来不会挥霍时光 他要变得更强 没有家族可以倚仗 要靠他自己一路猛进 拼搏上去 开辟第九洞天后 他的身体更强健了 轻轻挥动手臂 像是可以搬山填海 力大无穷 而且 在各座洞天中 有金色符号闪耀 他滋养的他宝树 提升了一大劫 好舒服 朝霞洒灰 小不点站在沼泽地外的一块青石上 吞吐日经 浑身暖洋洋 觉得修行不是那么苦 反而很舒畅 该走了 去找陶冶元老 再入补天阁 他相信 陶冶没有离去 因为现在他在百段山的 所作所为传开了 补天阁一定要保护好他 不允许别人害他或争夺 当然 如果陶冶知道 小不点跟紫衣少女摔跤 估计会发毛 事实上 逐渐 赤龙几头纯血凶兽 虽然与小不点交战 都并未告知族人 不曾动用长辈的力量报复 因为他们有自尊与骄傲 两日后段空城冷冷清清 除却个别强者外 各族的天才生灵 走了得干干净净 他们在百段山征战了一个多月 时间太久 都已经疲倦了 很想立刻回到族中 与长辈们第一时间上路了 喂 大叔买见吗 小不点溜达到曾经的那个住处外 果然见到了陶冶的身影 还在这里 这两日来 陶冶手持补天格之宝 葫芦 走遍断空城附近 寻找小不点的下落 怕他被人掳走 现在看到一个精装的少年向他走来 还说出这番话 他心中一跳 而后问道 我要诅咒之箭 不要其他 成交 小不点笑眯眯 大眼眨动 你这小子 陶冶惊喜 直接敲了他一记 而后拉起他 迅速进入园林 回到居所 这是 小师弟 一个少女惊喜 他很敏感 从其笑眯眯的眸子 认出了他的身份 师弟 其他几人也都围了过来 三位师兄中 有一人死在了百段山 两位师姐都还活着 死者令人感伤 但相对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要知道 很多家族的天才 直接就是全灭 走 不要说了 我们立刻回补天格 陶冶道 他迅速摆下 几块特别的福谷 且取出一个小祭坛 念诵咒语 进行献祭 嗡的一声 一条灿烂的通道 在虚空中出现 通向远方 陶冶拉起他们 快速进入 而后霞光一闪 他们全部消失 前辈 为什么这么匆忙 难道有人会截杀我等 一个师兄问道 我等没人惦解 但这里有个祸胎 很多人都很喜欢 准备捉回去 当作纯血凶兽 养在笼子里 陶冶笑咪咪 小不点顿时瞪圆了大眼 道 我还没有捉到真吼 饕天 牙子呢 就有人惦记我了 统统镇压他们 无妨 只要回到补天阁 谁都不敢来撒野 毕竟我们的统灵 是从上古活下来的 谁敢招惹 陶冶很高兴 因为 他听到了传闻 凶残的孩子 将布老拳挖地三尺 连一颗沙粒都没放过 给彻底搬空了 他觉得 补天阁的统灵有救了 还能活得更久远 足以震慑诸足 无人敢来冒犯 他还活着啊 几百年前我就觉得 他要陨落了 现在还存于世间 真是恐怖 乾坤待中 传出咕弄声 什么生物 几人都一惊 小布点打开袋子 将二兔子拎了出来 发现他又偷吃了 一株灵药的两片叶子 当即一顿敲 好丑 两位师姐都笑了 看什么看 我没穿衣服 你们也要偷窥 就不怕长真眼吗 结果 他挨了几只手 一起掐 嗷嗷大叫 霞光一闪 通道灿烂 抵达尽头 一行人走了出来 站在补天阁的禁地 寄灵修行的 那片古老原地中 终于回来了 陶也尝出了一口气 途中没有遇到什么变故 补天阁的高层被惊动 一群人出现 因为得到消息 那凶残的孩子 将不老权的沙土 都给打包带走了 现在外界提到这件事 都是哭笑不得 这孩子太能折腾了 那百断山脉 简直成为了他的乐园 一群人眼巴巴地望来 当中有数百岁的老头子 有雍容华贵的中年女子 还有长相怪异的一种 都是补天阁的强大存在 不要这么看着我 我会不好意思的 小不点眨动大眼道 一群人无言 依据你这人神共分的风格 会不好意思 孩子 不老权带回来了吗 没有 小不点摇头 神拳干涸了 那泥沙总该有吧 一位老人眼神炽热如火 小不点点头道 我说到做到 将那神拳坑 都给搬回来了 诸位前辈也要说话算话 是不是让我在藏经阁 住上个一年半载 似乎没有说住 这么长时间吧 一群老者面面相去 但是这孩子的功劳太大了 可以 你住进去十年 都没问题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发光的老人出现 看不清真容 整个人神圣祥和 阁主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多年不曾出现 一直闭关的阁主 都出来了 而且很大气地 认可了小不点的功绩 让他随便进藏经阁 任意观摩各种经书 真的 小不点当即就睁大了眼睛 露出吃惊的神色 连他都没有想到 从未见过的阁主这么大气 阁主走来 宛若神灵般被光辉笼罩 非常的圣洁 但强大气息却不破人 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感觉 他摸了摸小不点的头 谈道 多学一些东西吧 不久的将来 荒域要大乱了 这一玉 大荒无尽 群山无穷 各族被原始密林包围着 几个谷国一点坠在无垠大荒中 故此 这一玉被称作荒域 第0175章你先回去休息 我等也需要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而让祭林复苏 补天阁的阁主说道 话语温和 神区发光 令这片谷地都一片灿烂 祭林干枯 通体焦黄 自上谷活到现在 时间真的太久远了 现已缺少生气 若无意外 近年就会作画 多年来 补天阁想尽了办法 要留住他的性命 使他可以长活下来 但效果都不佳 不过他们 却也收集到了一些 吸针的灵物 这一次准备都用上 配合不老神拳滋润过的泥沙 发挥最大作用 这需要精心准备 甚至还要炼化一些 上谷遗存下来的神物残渣 注入金色泥沙中 确保成功 小不点遗留烟地跑没影了 回来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他自然开心无比 先去修整一番 然后就可以进藏经阁了 这片上谷净土灵气很足 远胜外界 但却比不上百段山 什么都怕对比 上谷小世界中的灵气 都化成了液体在地上流淌 世间罕见 难以寻觅 小不点跑进一片石山间 各座山脚下 是成片的竹林 这里是新入门弟子的居所 有一排排的竹木金色 他并没有发现毛球 上次离开时 散放在补天阁中 让他一直觉得不安 因为这家伙牙口太好了 比他都能吃 这不是失地吗 你回来了 不少人同他打招呼 他离开前 曾击败一干天才 在这些新入门的弟子中 引起震动 当然 也有部分人撒腿就跑 不敢靠近 因为都知道 他中邪了 被上古灵异附体 一到夜晚 就会有个鬼跟在身边 但毕竟是修行者 而且现在是白天 列阳高照 大多数人并不畏惧 纷纷上前打招呼 同时很好奇 盯着他身边 那只光秃秃 没有羽毛的大鸟 目前 普通弟子还不知道他的来历 更不知道这些日子 他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也只有天才营的少数几人 以及元老的们的部分弟子 隐约间得西了 这个凶残孩子 何等的逆天 显然 纸中就包不住火 要不了多长时间 消息就会泄露出来 你们见到过一只小猴子吗 肉乎乎 圆鼓鼓 只有全都这么高 小不点询问 你说那个祸害啊 当然知道 对了 师弟 我记得它是你养的吧 好像常出入 你的屋子 你不知道 它惹大祸了 对啊 那只小猴子太厉害了 啃光了一块灵田 还将一些灵山上的老药 吃了得干净 若非它吃撑住了 倒头睡在了一株灵药下 估计还捉不到呢 一群十几岁的少年男女 一边惊叹 一边说起了这些日来的事 小不点挠头 不祥预感 果然成真了 毛球祸害了 补天阁部分药田 被一位老祖给抓了起来 早知道 真该带他进摆断山 他咕弄 那个时候 他觉得上古小世界太危险 毛球那么能惹祸 待在身边 可能会整天被追杀 就将他留在了补天阁 现在看来真是失策 一大群人围了过来 都是新入门的弟子 小不点很开朗 入门后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不少人都闻讯来看他 不久后 小不点出现在天才营 顿时引来一片异样的目光 一些人有些耳闻 隐约间听到了他的来头 只是还不太确定而已 小师弟听说 你在外面做了一件大事 搅起了无边风云 各族天才都不是你的对手 一个绿衣少女笑盈盈走来 肤色白皙 身段修长 翘脸上带着笑意 眸波流转 正是青春靓丽的少女艳星 十四五岁的样子 她曾经与小不点交手 虽被打败 不过却未结下什么仇 漂亮妹子说啥呢 我咋不懂啊 小不点装傻 面对比自己还高了一头的尸姐 依旧如过去般 夸张地擦口水 你真是虚神剑那个熊孩子 这次还跑进百段山发威了 又一名少女走来 穿着瘦皮短裙 小麦肤色 有一种野性的美 如猎豹般 体型修长健美 连眼神都有一种野性 飘雪妹妹 好久不见 又漂亮了 小不点擦口水 故意插开话题 不想多说什么 一群人围了过来 都带着古怪的笑意 这小破孩 还不足十岁呢 比这些青春少女还矮一头 也好意思 假装成猪哥的样子 这些人倒也没有敌意 也算是打出来了交情 当初被小不点一个人全部放倒 输掉了一堆的要散与古书的 他们接询问 都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在百段山 做了一系列大事 宇豪兄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小不点嘻嘻哈 啊 伤好了吗 啥时候再切磋下啊 周宇豪绑带刚解开 再次见到凶残的孩子 脸色有点发绿 快速向后退去 他可不想又一次骨折 前两次真的痛彻骨髓 小哥哥 一个清秀的孩子跑来 充满了喜悦 正是清风 已经进入洞天境 这些日子来 他比谁都勤奋 不浪费一点光阴 才知道小不点回来 走了 我们去找毛桥 小不点拉起他跑了 不想被那些人刨根问底 一座灵山 紫色电光闪烁 这里像是雷海 整座山体都被电芒缭绕 最上方有一座古电 灰红而神圣 朱燕露出原形 浑身金色皮毛闪亮 被几条神链拴住了手脚 掉在电雨前 周围雷光闪烁 将它包围 令它难以逃顿 毛球相当地沮丧 没精打采 都快掉半个月了 那个老家伙 还不放他下来 神链是补天阁的重宝之一 不然早就被它咬断了 滋滋 见到小不点冒头后 它立刻尖叫 那意思是 赶紧来救它 这只猴子不简单 眉毛怪鸟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看着那拳头 大的金色圆球 宛若在面对一个 正在沉睡的庞然大物 眉毛怪鸟 虽然身体出了大问题 但是那种 与生俱来的强大灵觉还在 就像能看清 小不点身中诅咒般 前辈 请放开毛球吧 小不点求情 它回我要田 偷食灵药 罪则太大 一个老头子 浑身都是电芒 盘坐殿中 不怒而微 这是补天阁的一位老祖 修习雷道符文法则 实力高深莫测 强大无比 前辈 给他一个机会吧 再说了 小哥哥带回来了不老拳 可以就上古迹灵 给毛球自由吧 清风也求情 眼神纯净 十分诚恳 你就是那个孩子啊 电狱中 那老人凭空幻化 出现在山脚下 通体发出雷光 头顶上方 接出一个古怪的符号 电芒交织 极其璀璨 他看着小布点 道 你能看懂这枚符文吗 这是雷道奥义 化作符文 将所有法则 都凝结成一个符号 是其修道一生的精华所在 最是繁复莫测 好强的符号 化繁为简 将无尽雷道符文 浓缩为一个神符 这实在惊人与逆天 前辈公餐造化 小布点惊叹 他无比地佩服 这个符文 给予了他极大的启发 因为他学有酸泥宝树 也在钻研闪电伏法 此时看得有点入迷 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行转 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没有彻底弄明白 但却像是看到了一片新天地 你不错 果然如传闻中那么凶残 老人点头 浑身的雷光更赤胜了 不断轰鸣 小布点尴尬 道 我最善良了 一点也不凶残 谁信啊 二兔子在旁小声嘀咕 碰 小布点将他拍翻 顺手放了一道闪电 将刚才的一些体会施展了出来 二兔子顿时冒黑烟 在那里抽搐 电芒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果然天赋惊人 老人称赞 倒霉的二兔子 浑身冒黑烟 口鼻喷电芒 诅咒连连 他成为弑法石了 在他身上试验宝树的强弱 你进入藏经阁后 可以选些雷道符文古书 慢慢摸索 以后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来问我 补天阁的这位老祖 这般说道 多谢前辈 小布点非常开心 真诚感谢 雷术本是我补天阁的一宗镇教神通 传承到现在 精髓一失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补全 老人摇头 雷光一闪 自山脚下消失 再次出现在那座古老的殿语中 小哥哥 这可是补天阁的一位老祖 他要教你雷道神通了 你的宝树威力 将会急速提升一大截 清风吃惊 小声向小哥哥道喜 前辈 能不能放过毛球啊 小布点问道 枪的一声 那几根神链打开 毛球顿时化成一道 金光冲了下来 嗖的一声落在小布点的肩头 而后躲在他的背后 露出一只大眼睛 对着山头上 挥动金色的小爪子 呲牙咧嘴 看好他 最好不要让其他人 见到他的本体 老人开口 放过了金色的朱雁 认真告诫 显然 他也看出来了 这只金色的小猴子 有绝大的来头 不能轻易暴露在世人眼前 走 清风 我带你们去吃好东西 小布点带着毛球 还有清风跑向远方 好 我们去庆祝 明年小哥哥 就可以进入藏金阁了 那是从上古传承到 现在的古术宝地 一定有很多秘法 说不定还能找到 失传的镇交宝术 清风为他感到高兴 当他们回来时住处时 发现一个银袍少年 黑着一张脸 等在竹林中的金色前两久了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握紧拳头 正是萧天 他回到族中后 不曾停留 就又立刻回来了 他听闻了百段山中的各种事 越发地怀疑 那凶残的孩子 就是自己结识的知己 后来仔细打探 认真了解 他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所以 他片刻不停留 返回补天阁 要弄个清楚 嗯 词词